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戴心萍 我现在开始讲笑话咯 有一天有个黑道大哥 来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 然后结完葬之后 店员就给他两个点数 然后大哥又问店员说 这个点数能干嘛 店员又说 你再计八点就可以换奖品啦 然后大哥就揍了他一顿 然后后来大哥在外面抽烟消气的时候 店员长的George刚好要下班离开 然后店员就跟George说 George Bye 然后大哥又冲进来揍他一顿 然后店员就说 跟大哥解释四个误会之后 大哥就还是很生气 然后他就问店员说 叫什么名字我要投诉你 然后店员就说 可你那样 然后 然后大哥眼中怒火就烧得更多更多 然后大哥临走人就问说 你说这七八点能换什么啦 然后店员就说 炒 炒 炒衣马 然后就出了命了 哈哈哈哈 epend army 改天做我介绍 诶是开车了吧 等一下 你到这会解吗 会啊 哦好好 要做我介绍是不是 到底要做我介绍啊 你好我是笑话冠军白欣营 你 嘿大家好我是白欣营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讲的笑话罗 等一下重落 哈 oper 吓死我 啊